绒毛细腻可变的小考拉 眼神楚楚可怜的小猫小狗 羽毛根根分明的喜鹊家族 今年50岁的马玉兰是甘肃兰州的一名高中老师 在他的工作室里摆满了黄河石绘画作品 小到麻雀家族 大到波涛上的羊皮筏子 马玉兰用画笔给近500块黄河石赋予了新的灵气 在仅有手掌大小的黄河石上绘画 灵巧的神态犹如裸眼3D效果 可见绘画功底之深 许多学生看过之后都惊叹 真的好像是照片印上去的一样 跟你说毛茸茸的感觉呢 就是用特别细特别细的勾线 一点一点慢慢的画出来的 到最后还有些细节 我实在达不到的时候 我买的咱们画指甲的那种小笔 画的过程中其实要有一定的功底 你起码要造型 用色彩去表现它的质感和体积感 所以画这种东西看得小 特别需要特别精细 兰州是中国唯一一个黄河穿城而过的省会城市 马玉兰就在黄河岸边长大 在教室里他向学生们进行绘画讲解 了了数笔间 可爱麻雀的雏形就跃然于时尚 他介绍说黄河石是冰冷的 但是赋予了色彩之后就变得温暖起来 他还巧妙地利用黄河石上特有的纹路作为背景 将家乡的本土元素融入创作 买完石头往处走的时候 我看马玉兰有这块石头 他说他们不要的 因为这有一个练文 他们不太喜欢 我当时看了这个石头 我就觉得我要画一个羊皮筏子 因为它和我们黄河水的那种波浪特别接近 咱们黄河是特有的这种有图案的这种纹理石 然后巧妙地借用这种纹理去作画 这样的话可以突出整个画的意境 由于黄河石的不规则和不平整 在石头上作画也并非意识 他直言细节决定成败 眼神绒毛神态还有轮廓 都需要反复精打细膜 给石头赋予爱的温度 马玉兰介绍说 下一部计划做一系列的家乡作品 将飞天 墨高窟 嘉玉关城楼融入黄河石 但符合创作的石材却是可遇而不可求 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 能让更多人了解黄河石文化 了解甘肃的文化特色